近日9G超凡先锋战队帮榜首的西方战队 举办了超凡先锋黑金拳王争霸赛 第一届黑金拳王争霸赛 由西方战队成员以4位4的形式进行 下面有请西方战队队长特金锡 为大家解说本次令人荷尔蒙嘎嘎飙升的拳王争霸赛 比赛前自由搜索以上物资 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参与黑金拳王争霸赛 比赛以车轮战的形式推进 首先是7号队伍对战12号队伍 7号队伍的选手各个骁勇善战 大家全都全力以赴 7号队伍以2比0拿下低轮比赛 7号队伍顺位成为守类方 4号队伍同类 可以看出大家的脚步都很轻盈 拳风四溢身形如鬼魅令人难以琢磨 场上一时难分高下 双方都没有队员倒地 到底哪一方会首先露出破绽呢 直接三级头对着五级头就是一招妙妙拳 漂亮直接将4号队伍全员淘汰 5号队伍不服7号队伍的三连胜 直接跳上擂台 强响为后 7号队伍能否守类成功 我们的7号队伍依然勇猛 率先放倒对方一名选手 中途7号队伍也倒地一名选手 但是7号队伍依然以2比0的优势 拿下三连胜 难道冠军已经诞生了吗 2号队伍喝下几瓶再生饮料 冲上擂台 7号队伍越战越勇 看看这拳拳倒肉的格斗精神 2号队伍被7号选手的格斗精神吓傻 直接跑出了擂台 让我们恭喜7号队伍迎来四连胜 由于一些小意外 7号队伍损失一名选手 为了比赛公平 接下来出场的6号队伍只出战三人 随着枪响 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看看7号队伍是否能够拿下五连胜 7号队伍已经称霸全场 呼吸之间就将对方三人击倒 让我们一起恭喜7号队伍成为 黑金拳王争霸赛的第一届冠军 你们每人都会额外获得一张黑金门卡 更是属于你们的荣耀